撤资,美国买家简订单港玩具商厂房,东莞签至越南,中美爆发贸易战等港出口商首当其冲。 有玩具商表示,今年上半年出口至美国的玩具,占比例,已有五成降至一成面对贸战可能愈演愈烈。 为求自救他已计划将东莞的厂房搬离大陆初步选择迁到越南,也会到缅甸考察研究是否适合社场易有商会代表称,中美贸战影响各行各业的港商。 美国买家已知会港商,暂时不要将货物复运,本身是玩具商的香港中小型企业国际投资交流协进会会长赵志雄表示, 以往美国订单占公司整体订单一半带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上半年已将比例减至一成,以前美国最赚钱一个迪士尼同Womart都够做。 现在加上日本、荷兰同英国订单都不够减少的美国订单,它又指以前有美国订单贷款和按揭都容易低做到,但现在英国订单去银行根本不会理你,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他透露,自从6月中美贸易纠纷加剧,就算有美国买家落单,都不敢接直言,难以估计特朗普的言行,担心政策招令需改。 得不偿失是次中美爆发世纪贸战,打击到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一间接加速港商,将厂房搬离中国的步伐。 赵哲雄表示,已率先将办制成品外,探到越南加工,及运送到目的地,而最终目标是将东莞的厂房牵制越南自行生。 产但他认为当地营商环境与大陆有很大分别加上言语不通,想多了解当地情况,才付诸实行。 他又表示,将于8月到缅甸考察,了解当地地价及工资筛选,是何地方? 设厂香港经贸商会会长李秀恒,亦指出,由于中美贸战才刚开始很难评估对出口业实际的影响。 然而,近期从各行各业的厂商得知部分美国买家已主动知会本港厂商暂停将货物复运至当地,宁可拖延接获时间,以免要支付高昂的关税。 事实上,厂商议致买家均希望市体明朗化,希望无需开征高关税达到双赢的局面。 另外,香港纺织业联辉明与会长林轩武表示,由于今次中美贸易战涉及的高关税商品,不包括纺织品固现阶段对业界并无影响,但事事没有绝对所以纺织界亦会做好心理准备。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它是指贸易战本季对各类港商影响均不大,因为订单已落生产工序意义开始,但下一季的冲击就会明显尤其是只有中国厂房和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地的厂家最为受累。 对于港商如何自救它建议厂商应跟美国买家主动对话,增加来自东南亚厂房的出口货品,减少来自中国厂房的出口货品,亦应设法把出口市场转到欧盟,以至日韩等地,以减低贸战所带来的冲击。 香港电子业商会荣誉会长陈奇彪则叫乐观,因为其公司主要接欧洲订单美国,订单只占个位数百分比。 香港作为转口港电子零件不是主要货品,又指香港不是美国打击对象,只是陪荡它是指美国不按牌里出牌,认为贸易商应持观望态度和开拓不同市场自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